看看新闻网 加油 谢谢 好 加油 我们也愿意帮助你 来 有什么才艺 昨天晚上呢 先填了一首歌 改编自张学友的 《一度上有你》 好 有请 你知道吗 爱你并不容易 我从天津飞到百里 十天一帮 你没有跟他们去 今天依然坐在这里 百里挑逸 我来着处为你 今天努力带走你 就算一笔也没有问题 牵手跨越爱的距离 也许轮回里 早已注定 今生就该我还给你 顾虑时间站在这里 想告诉你 你就是唯一 一路上有你 苦一点也愿意 一路上有你 就算是为了分离 与我相遇 一路上有你 痛一点也愿意 今生牵手 彼此就不放晴 谢谢 我刚才怎么觉得是 你一直在这儿吗 我一直在这儿 你确认你在这儿吗 我确认我在这儿 你觉得他跟我长得很像是吧 今天我来的时候 有很多的编导在说 你跟洛老师真的长得很像 但是我说我不戴眼镜 所以他们还特别为我准备了一副眼镜 让大家看看像不像 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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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 站到我们中间来 来我们 郭老师 好 他们说咱俩的背影很像 给我看看 这是我们俩很富泰是吧 然后侧面侧面 侧面侧面 好 三二一 来 转过来 你是我试散度的弟弟 在这里我突然想到一首歌 这首歌想送给您 您说 您唱 这一小句啊 这首歌不太会唱 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 我成你罢了 这个 长大后 你这儿长大以后吗 这儿已经达到了 没问题 说实话长得不是特像 但身形和那个状态是有点像 洗心劲也很像 对 但说心里话 小伙你比我年轻多了 这就是你的财富 他不是说了吗 长大后 就成了你 来吧 刚才他在唱歌唱自己改的那个词 千辛万苦坐着飞机来到百里挑一 就是为了他 我都特别想知道你为了谁 来 选择一下 为了他呀 好吧 各位女嘉宾对他一见如何 除了洛老师以外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一上台我就感觉 看到你的背影就特别喜悄 特别特别地喜悄 然后你的歌词也改得非常的用心 希望你在百里能够找到你爱的他 谢谢 谢谢 我就觉得嘛 这整一个画面看上去 就我特多余是吗 我就是觉得 所以你看我就不自觉地站远了呢 多多了两个主持人 真的是很有爱 我觉得我可以转行到百里挑一 做一个副主持吧 咖啡不走样 咖啡不走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你简直颠覆了我对律师的形象的 之前的认为 你之前认为律师是什么样的 一直都觉得应该是那种 特别严肃认真 三七分头 带个大后颖镜片那种的 然后手里夹着一本厚厚的词脸 我很棒 男嘉宾啊 你好 你长得像洛老师像对了 我们看着你感觉特别有亲切感 感觉长得特别靠谱 特别适合结婚 真的 谢谢 是我今天看到上场以来 最靠谱最适合结婚的对象 我会认真关注你的 谢谢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想说你戴上眼镜的时候 是特别像洛老师 但是你还像一个人 有没有人说你有点像鸟叔 我告诉你 你跟洛老师划清这个界限的 最大的特点就是眼睛 洛老师是很大的一个双眼睛 大眼睛 那您姐我想说的是 如果要是跳骑马舞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一点遮盖住 弥补 因为因为鸟叔是要戴墨镜的 有吗墨镜有吗 今天我戴了 来来来拿来 太好了 我在想如果洛老师戴上 那就是两个鸟叔 对 随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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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男嘉宾很欢乐 那种很真诚的欢乐 我们来通过BCR继续认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津的古语 今年27岁 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 做刑事辩护律师 律师给人的印象是严谨 甚至有些呆板 但是今天在这里 我要向你展现一个 不一样的律师 脱掉西装 这才是真实的我 生活中的我 最大的两个爱好 一个是唱歌 一个就是运动 很多人问过我 为什么你这么爱运动的话 还是这种身材 今天就这个机会 我真的想为 像我们这样的胖子 做一个辩护 我们属于一类人 就属于不吃也长肉 运动不见受 如果说一个女生 喜欢含饭男生的话 比如像李敏浩这种 我这辈子 估计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但是如果你喜欢 美式肌肉男的话 练一练 没准还有可能 在我的朋友当中 我就是那种 最不受人待见的 黑歌之王 麦霸 只要有我在 任何人 不要想抢走麦克风 让我唱儿歌 没有问题 让我唱革命歌曲 也没有问题 总之来说 我不会把麦克风 给任何人 我一定要占据着它 因为我 就是麦霸 虽然我是一个胖子 但我始终认为 胖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没有 没有啊 这个可以有 好 继续翻开两张播客牌 吴宇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 法学本科 是国内最年轻的律师之一 对 之一 而且还得是曾经 曾经 现在是年薪拿到三十万 生活在格尔都 对 这个认为是青年欢乐多 是卖罢 沙包 球迷 一直走在减肥之路上 男嘉宾你好 你一直走在减肥之路 你以前到底是有多胖啊 最胖的时候 最胖的时候 多少钱 最胖的时候有 二百毛个尖吧 现在呢 一百七 一百六 还要稍微多一点点 一百七八呀 还要多一点点 一百七八 差不多 那你比老老师胖多了 那你比我胖 是的 所以说一直要走在这个减肥的路上 那两百多斤 你也减下来几十斤了 也有三四十斤了 减下来 因为那一段是不正常的 一下就起来的 相对还比较简单 但是像维持在一百七八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两嘉宾 你好 我听说法学念得很辛苦 那你是怎么做到 国内最年轻的律师 你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读法 因为我是在2009年的时候 过的司法考试 国家允许放开了在校大学生 就可以参加这个考试的时候 第一 那年你多大 我22 22岁的时候我过了国家的司法考试 23岁的时候我毕业 直接就实现了所谓的无缝对接 直接就来到律师所做律师 那么那时候你们统计过吗 像你这个年龄段的 拿到这个的有多少人 全国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们学校所有法学系的 包括其他系也可以报考的人里头 我们学校来讲过了三个 我是最高分 但是这个当律师呢 不是靠你年轻就可以占便宜 对对 律师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你有 所以当时律师考师 为什么要工作几年 才能资格参加考 因为他第一 对人生的理解 比一般人要强 对 第二呢他要做形变律师 形变律师呢很大程度上 还要靠 比如说各种人脉关系 对 他要有业务 同时他要对整个案当中 对人性的判断 要超过一般人 所以说有人说在中国 做个形变律师是非常难的 好的形变律师 因为会有一种说法 说像做法律的这个专业的话 是一个成年人的专业 如果你志气未脱 你真的不适合走向这个专业 所以我想 因为毕竟我今年也才 将近27岁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到就是 去更进一步地进行深造 才能说以后的路 可能说走得更平稳一些 对一些理解更透彻一些 这也是我未来的一个打算 男嘉宾我问一下 你平时上班工作的时候吗 会不会像我们看到 就是TVB港剧里面那样的 就是有戴个假发 然后就是会有法官 在上面的时候抠那样子 我可以给这个女嘉宾解释一下 你给他解释一下 但是为什么香港要戴这个 因为是 它是源于英国法律的 对 是源于英美法系 是一个体系吧 它是一个主要是讲究一个对抗 会有戴假发呀 会怎么样 他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 你现在不是一个正常的 不是一个不是这个正常的 你不是一个在平常生活当中的人 对 你已经拘于了一个超出世俗以上的 一个法律的崇高境地 所以一定要通过一个这符号 对对是这样 那我们的符号是什么 现在我们有法官符 但是律师还没有 制服我记得是制服对吗 就必须要穿那个法庭 律师是也有法庭 律师有法庭也有 现在都开始慢慢都开始 增加这种符号感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根都什么意思啊 我们只知道帝都魔都还有根都 对 因为天津说话 可能大家想到取一只香 会想到很幽默之类的 对 它最幽默的体现在就在于天津话上 是 我想问一下林林姐 您说 在上海这边或者在其他地方 您知道对一个女生 会有几种的叫法吗 这我倒还没有去总结过 你跟我说说天津对女孩子形容的 这个每一个阶段 先做一个对比啊 天津对一个男生的形容会有很多 小孩 小孩 天津叫孙孩子 倒霉孩子 倒霉孩子 对 然后大点天津特别爱用二哥 这叫二哥 不叫大哥啊 只叫二哥 永远是二哥 永远是二哥 二哥对啊 你武松嘛 对对对 大哥武松也大了 对对对 然后再大一些的话 就会换称伯伯那两个字 伯伯啊 但是在天津话发音里不发伯伯 发什么 发拜拜 拜拜 一般比小点的就说 哎呦我姐老拜 那你是二哥 他是拜拜 我是拜拜 对我是这意思吧 我是二哥 您是拜拜 就是这样 但是 我是怂孩子 我是怂孩子 还有呢 但是对女生的称呼的话 只有两个 你说 第一个 十岁小女孩 小女孩 闺女 咱家闺女 闺女 闺女 是这样的 不叫丫头叫闺女 对叫闺女 显得很亲 对对叫闺女 谁嫁一定还是谁嫁的闺女 谁嫁还是闺女的 对 但是说如果说超过这个十几岁 这个年代 这大姑娘了 您猜猜怎么叫 大姐 不叫大姐 二姐 天津人 姐 所有十几岁的以上的这个女性 都通称用天津最标准的发音 姐姐 多大都叫姐姐 就是哪怕就是这个女孩子比你小 也是叫她姐姐 都叫姐姐 那管媳妇叫什么 用天津话说也叫媳妇 但发音一定是我们家媳妇 一生的媳妇 天津话真的特乐 一说出来就好玩 真的是 好 来 给男嘉宾投票了 还有后两张扑克牌 需要翻开的话 请为她留牌 三 二 一 翻开后两张扑克牌 吴宇呢谈过三次恋 这个两次呢都败给异地恋了 他自个儿说自己是一个浪漫的好男人 他希望找这个女生呢 一米六八一下 性能要开了 兴趣要广泛的 北方女生 他认为赚钱的是男人的事 呦 这话说的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也跟你一样 我也是三次异地恋 都是失败的 然后我很 那你还敢异地恋吗 我一点问题没有 对于异地恋 他也还敢 你也敢 那就说明这个失败 让你们觉得 还不是异地恋造成的问题 还是其他方面 对不对 有点说异地虐我千百遍 我带异地如初恋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都失败了吗 主要还的确是败给了一种距离吧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离开学校了 你在哪 她在哪 现在那个女生在杭州 在杭州 对 男嘉宾你好 好 那你说赚钱是男人的事 那以后你希望你的另一半 就是在家里当全职太太吗 这个我是完全的不希望的 因为我觉得女生来讲的话 应该有一份属于她自己的 不用说是为了生计 而去做的工作 因为我相信 如果一个女生 天天待在家里的话 她会跟社会 就有一个脱节的过程 但赚多少没关系 可以为了 对对对对 那你介意如果说 你的女朋友 或你将来的太太 赚的比你多 你还说赚钱是男人的事 那我只能努力再赚超过她 一定得比她多呀 因为我不想让我以后的女朋友太辛苦 男嘉宾你好 最后一张牌上面有说 希望是北方女生是吗 是 我是武汉的 所以应该不算北方女生 那就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是吗 是这样的 你这个北方南方你怎么分 在广东人眼里 我们全是北方人 对对都是北方人 你怎么分 简单说吧 黄河以北 山东及以北 那就是黄河以北是吧 黄河以北 那你是南方人 不考虑了 好的 谢谢 好了 来 继续给男嘉宾投票了 如果想选择 请留下你的扑克牌 不想选择请翻牌 3 2 1 完了 这都是南方人 黄河以南的全翻了 黄河以南的全翻了 这个真的范围蛮大的 因为黄河以南的话 确确实实这个就太多了 因为我有考虑过这件事 毕竟是在咱们东方卫视图这个节目 在场的嘉宾 你还是以在这边的女城居多 所以你知道 你这个要求提出来 其实有麻烦 我知道 我知道 风险很大 但是我不想因为说怎么样去隐瞒这个事情 要骗这个事情 我有个女朋友是浙江的 浙江的那是长江以南了 对对对 然后让我对很多在沟通当中 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可能说毕竟南北的这个 是有一定的差 什么样的问题你认为 你比如说 吃什么 吃饭 南方人我觉得它的口味是偏甜的 有时候 那是你女朋友 现在南方人这好多不是这么的 因为我很不能接受就是饭是甜的 这个菜是甜的 那你到乌西 你基本就准备这自杀去了 乌西菜很甜的 乌西菜很甜的 这个说实话确实是吃不宽 好你要选择最想了解的那位女嘉宾来了解了 你想选谁 我想选择戴蕊 哈喽大家好 我叫戴蕊 我的英文名字叫戴蕊 今年二十五岁了 我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我在一家非常神秘的机器人公司上班 做社场推广一直 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上画圈圈的地方 就是我经常要出差的地方 所以我每天的工作 除了在机场的路上就是在冰机上 这样的工作虽然很辛苦 但是有iRobot的陪伴我也乐配其中 尽管每天的工作都会很繁忙 但是我相信时间积极都会是有的 所以我最大的兴趣就是网购 以上呢就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内容 在2014年我只希望我能遇到一个男神 朋友们祝福我吧 好了来接下来 还有其他问题要问女嘉宾吗 我想问一下的是朱孟 朱孟月 问什么问题 你能不能说接受一个男生的话 会有很多的应酬 我能接受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要打拼事业 然后来养家糊口 他平时有应酬是很正常的事 而且就是说我不 我是女人嘛 我可以在家里持家 带孩子怎么样 然后完全可以把男人放出去 去应酬 好 谢谢 朱孟月是哪里人呢 东北 哈尔滨 我还好是黄柯以北 对 好了那接下来请你提出的 那则偶是不能接受一些条件 就是我第二个问题 如果不能说接受一个男生 会有很多应酬的女生 请翻牌 好 有为他留牌的女嘉宾 请决定一下是否要选择 有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朱孟月 我在北京工作 但我是东北人 东北哈尔滨的女孩 完全符合你的标准 而且你说你喜欢 一米六八以下娇小的女生 我就是一米六八以下 穿高跟鞋也不到一米六八 然后你说你喜欢 兴趣爱好广泛的女生 我兴趣爱好就很广泛 我平时喜欢化妆 喜欢画画 喜欢做剪脂 而且我还喜欢养生 其实怎么说呢 你可能 不 就是在我之前的设想里 你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种 我之前是想说 我说我喜欢帅的 其实你并不帅 但是怎么说呢 有一种感情 叫做一见钟情 有一种感觉 叫做我对你有感觉 好 谢谢 那我还想说就是 我希望今天你能带我走 而且我为我们的未来 有一个设想 我希望我们以后 可以有一个小房子 然后就让我来做你的小妻子 然后我们一起拎着菜篮子 探过街本田的小巷子 然后等到你长了白胡子 一起坐在家中 家里的老椅子上 回想着今天的日子 还有我美丽的红裙子 然后再生一个可爱的 胖胖的小孩子 小胖子 可爱的就像一个小丸子 你愿意跟我一起 过这样的生活吗 真的女嘉宾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确实有让我很感动到 因为我没有想到 会有做的摄像是这么的美好 朱孟月与男嘉宾幸福梦想能否实现 广告很短 请不要走开 手机根本不需要有通讯录 真的是空的耶 要不这样吧 再来三个数 这难度更大了 三个数 妹妹们 来吧 白丽挑衣 由游喜事 就由黄轩法国喜庆甘虹 联合赞助播出 白丽挑衣 指定产品 金箔利钻石 就是一口 就是一口 康盛老谭酸菜牛肉面 32个工艺秘质 地道川味 不是酸菜 康盛老谭更爽 康盛老谭酸菜牛肉面 科技改变生活 金鸿新一代美食冰箱 Fresh水离子烫菌 清新美食 美食顺冷冻 新鲜更营养 不需解冻即用即切 金鸿美食家的冰箱 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 海伦凯乐眼睛 一滴精油 改变你的护肤方式 全新巴黎欧莱雅 奢养精华油 凝聚八种珍稀花卉 细滑 清透 以树丁 轻柔按摩 或融入保养品中 每一寸肌肤 幻活 光彩 Magic 巴黎欧莱雅 奢养精华油 你值得拥有 利宁欧莱雅 体验金油奢充 老凤翔 祝全国人民 新春吉祥 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 海伦凯乐眼睛 每天我用高效技术 修护秀发 全新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 损伤负远系列 超前技术卓越效果 每一天您值得拥有 十五年型公牛改变了插座 今天公牛不断开创 儿童防触电 防雷 抗电磁干扰科技 为中国亿万家庭提供更全面保护 公牛插座领导者 你怎么一身油啊你 买这些就是喜笑服的 用太字啊 一瓶就够了 对啊 还真是 幼稚用鞋也洗得这么干净 阿姨就要这一瓶 太字 我爱你 我发誓 我真的没粉丝吗姐 我发誓 这化妆品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发誓 终于有说真话的了 京东正庄蝴蝶结 不光低价 真才靠谱 京东 那你敢发誓 爱我吗 真的女嘉宾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确实有让我很感动到 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有 你做的摄像是这么的美好 但是对不起 今天我是为一个女生来的 谢谢你的错案 谢谢 好吧 你要坚持 那我就让你坚持 选择的是16号 戴瑞 有请 你好戴瑞 你好 说实话 今天就是为你来的 我的爱情宣言 因为心动才有宣言 一心一意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节目 你是一个超级的网购达人 看到了这两个数字 我只能想到双十一 我希望以后可以跟你度过 每一个双十一 不是光棍节 而是成伤成对 一生一世 同样我也知道 这两个数字 是你的生日 我不敢奢求说 今天在台上短短的 一些时间就可以跟你说 携手一声 但是我真的希望 你可以做出的决定 给我们两个人一个机会 我将用未来的点点滴滴 用未来的每一天 让你为今天的决定感到骄傲 今天呢我还有特意从天津 带了一份小礼物给你 这个是很有天津地方特色的 一个小礼物 叫尼人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它最经典的一组就是 我现在手里想送给你的这一组 吃喝拉撒睡 五个形态迥异的小尼人 这五样呢我认为都是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所以我也说 希望我能成为你今后生活的 必需品 谢谢 待会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面前站这个小伙子 那是有什么要求的 我那是我的朋友 你会想到我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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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我那里 你会想到我那里 其实一开始看你的演员还蛮好的 然后我的关牌问题就是 在你说异地恋 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异地恋的 因为曾经有一段失败的经历 所以然后看你讲说是有三段 对 然后觉得 那你都已经失败三次了 然后怎么还游泳去尝试呢 你不觉得这个异地恋是你最大的困扰吗 这个是这样的 我异地恋的当初因为是学生的时代 包括刚毕业以后 我没有资格也好 或者说没有这个 说这个话的能力也好 说OK 你来天津 OK 你一个好想要的生活 咱们生活在一起 但是现在将近四年过去了 我相信 我认为 我现在可以做到 不会再让距离成为一个障碍 是这样 卢老师 我觉得台上的时间挺短的 我可以申请对视二十秒 当然 我们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好 好 谢谢 我怎么形容 心中的感受 我相信这个机会 还有 因为我感觉 都不错 我相信你 你也不错 我相信你 你也不错 我相信你也不错 给不给机会 咱也不说出门就恋爱 给不给这个机会吧 刚才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 我挺感动的 他说我发了622个状态 然后还知道我的学院是哪一个 然后还知道我几号回家 我在想 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他有关注我的一个网站 然后一个人人网 我们校园网 我讲这个他都能找到 真用心啊 男嘉宾能否成为戴锐心中的 私奔男主角呢 精彩马上揭晓 手机根本不需要有通讯录 真的是空的耶 要不这样吧 再来三个数 这难道更大了 三个数 来 来吧 到哪儿去了 奔腾剃须刀 剃须不残留 你爱我有多深 就像深盘披萨一样深 必胜客重磅深盘披萨 让你深深爱上 创新深翠饼饼鞭 盛满加量丰富肉类 和超多知识 松脆饼底更香薄 如果爱 性深爱 卷蓉 绝不可以 欧奈亚男士 性能性肤禄 八重功效 持续保湿 对抗卷蓉 混发神采 性能性肤禄 八重功效 来自欧奈亚男士 冬日无惧严寒 更有极润护肤霜 嗓子干咳嗑痛 一杯青喉利咽颗粒 缓解症状 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吗 蔓延舒宁牌 青喉利咽颗粒 我美 我妹 九朵玫瑰 我美 我妹 九朵玫瑰 全球报道 没我们不知道的 明星盛会 现场之机 流行趋势 听我们的 睁大你的眼睛 极致 来了 2014年2月1日起 东方卫视 每周六十七点 共赴极致 视觉盛宴 极致 由全新进口 克莱斯勒大捷龙 赞助播出 嗓子干咳嗑痛 一杯青喉利咽颗粒 缓解症状 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吗 蔓延舒宁牌 青喉利咽颗粒 小青喉利咽 怎么一身油啊你 买这些就是洗校服的 用太字啊 一瓶就够了 对啊 真是 幼稚用洗衣 也洗得这么干净 阿姨就要这一瓶 太字 想体质好 免疫力很重要 修正盘 幼儿胶囊 美力就是满满的 免疫球蛋白 幼儿 好东西哦 修正药液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还是费您颗粒 修正的 二十年No.1美白传奇 兰蔻再次突破 兰蔻全新真白 精准淡斑精华 黑色素吞噬科技 吸附吞噬黑色素 五维见证肌肤 白皙转变 降低色斑大小 深浅 反复度 肌肤更净白 更透亮 净现五维真白 无暇纯净 水嫩云亮 兰蔻全新真白 精准淡斑精华 法国兰蔻 我美 我妹 九朵玫瑰 戴瑞 有给不给机会 我突然想说一个 我谁能的那个爱情宣言 是让我们开SCE一起私奔吧 你会开我的SCE吗 你会开我的代步机吗 我不会 但我想试试 小伙从来都没有做过是吧 从来没有 你见过吗 以前 等一下 等一下 对 你就站上来就好了 身体向前轻 身体别动 脚别动 身体向前轻 站稳 看前方 看前方 你不要晃 你不要晃 重心向前 身体向前轻 对 你稳 稳一下 不错 我觉得很好 她是我看到第一个就上 第一个 从来没有做过这个 但是你看 有天分啊 戴瑞 我觉得她也跟你算 有缘分的人 行 可以下来 请你就可以占 卖下来就好 怎么样 戴瑞 戴瑞 不信 我相信缘分 恭喜 来 今天真的很开心 其实我还有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 送给你 好用心的 小伙子 这是专门准备的生日的 小蛋糕 美国生日的 王大国博生日 今天就当成个生日了 虽然不是生日 但我相信这份甜蜜 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谢谢 谢谢 甜吧 甜 我们要送你们金玻璃钻石 所提供的 对戒 精美的钻石对戒一对 以及由黄轩法国喜庆甘红 所提供的一份精美礼品 看起来是得减肥了 谢谢 谢谢严林姐 谢谢陆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戴蕊 今天男嘉宾也是 然后在台上试了这个SC嘛 然后赶紧回去买一台 跟我去私奔嘛 没有问题 你能不能下来 这样比我高很多 Glen 对 譚 永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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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俩